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 许多人都已换上轻便的装扮 准备迎接挥汗如雨的高温天气 也就因为如此 根据卫福部健保书统计 皮肤科门诊竟有高达三成的青少年 因为胡臭困扰 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看诊 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9岁 发现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儿童 会被家长带来就诊 最小的有一个9岁的女同 在学校有时候会被男生的同学嘲笑 女生也会 本来很好的朋友也会因为我这个问题 然后就不跟我玩 然后下课也不会来一起找我 然后一起出去 像是去了做什么的东西 也不会一起去找我 购物专家张维妮的女儿 因为夜下问题被同学嘲笑 主要是因为与荷尔蒙激发汗线有关 而女性受荷尔蒙影响又比男性更活药 因此旧诊率也比男性更高 对此全台许多院所都已成立了清新门诊 在不用手术的情况下 就能让青少年摆脱夜下问题 同时医师也提供如何观察家中子女 是否有夜下问题的方法 关键就在耳朵 湿耳垢跟狐臭有高度的相关 如果你有湿油的一个耳垢的话 未来大概有八成的人都会有狐臭的问题 微波热能这个技术 去间接地破坏那个汗线 那这样就没有切割的伤口 没有疤痕 长庚医院及国际医学期刊也证实 新科技的效果可媲美手术 不需动刀就能有效改善夜下困扰 及青少年心理社交问题 因此父母可直接上网搜寻 查询就近院所 来接受专业医师的咨询及协助